大家好我是大叔Pizza 今天要介紹的是火藍克諾泰爾 他是雷根布魯克帝國四將軍之一 艷征魔導師團長 他利用火焰之力擊破敵人的艷劍將軍 女王俄澤希爾的心腹之神 同時對女王親內軍的統帥 為人冷漠嚴苛不久而笑 但在這份陰沉外表之下 是對女王和帝國的無限忠誠 帝國陣營 克諾泰爾本身是一個魔法劍士 但單體輸出魔法只有1招 只有1.5倍對步兵有特效 帝國來說仍然沒有一個很強力的單點魔法師 都是以物理為主一貫的帝國特色 現版本裏唯一一個擁有四種超絕強化的陣型 包括皇帝、美昂、SR的蘭斯和羅澤希爾 不建議新手就用克諾泰爾起手開局 相反如果你是抽到羅澤希爾的話 開局就會順利很多 如果你真是想祖軍帝國 最好就像剛才所說的羅澤希爾起局 然後去到新手可怨池 抽到李昂和艾爾文回家 戰略陣型和剛剛介紹的帝國一樣 物理攻擊為主導 有賽刀隊這個名字 比帝國稍為優秀的地方 就是戰略由迷之騎士 這麼強力的魔法打手 陣中的維爾寶斯、維拉和廢洛朗蒂雅 近這兩個月都沒有任何加成說詞 所以就不會建議給新手用戰略陣型去開方 克諾泰爾的基本解鎖條件 生命、傷防、攻擊、智力 全部都是由羅澤希爾一個人去解鎖 都在同一個抽池中找到羅澤希爾 克諾泰爾可以說是為了羅澤希爾而身的男人 沒有就解不到鎖 特別像他這一種講求公至相傳的話 如果真是你抽了克諾泰爾回來 而又沒有抽了羅澤希爾 用途和實力真的會大打折扣 深知基本level 4 統帥即步兵線那邊 主動攻擊進入戰鬥時 部隊遭受傷害降低10% 相當實用了 可以有效降低 你進攻當時自爆的機會 魔道士即法師那邊 要血低於70%時才會減傷 可能還要進入了戰鬥後 其實你的血量低於70%那時候 死的機會都很大 如果以一個法師來講 即使有這個減傷10% 我想保命的機會都不算太高 然後這個深知基本level 7 統帥那邊即步兵那邊 受到攻擊進入戰鬥時 傷害提升10% 即是反擊時就會增傷10% 配上這個3C被動技那時候 更加可以反擊兩格的 然後魔道士法師那邊 主動攻擊進入戰鬥時 傷害剛才10% 即是實用 主動進攻當時就已經有增傷10% 不過要留意回 是進入戰鬥的 這個AOE是不包括的 破滅的艷文 黑諾太爾的天賦 智力的20%會額外加到攻擊上 有利於這個物理的技能輸出 按官方的資料 這個艷文的效果 就對AOE都會生效的 這個破滅的艷文有什麼效果呢 就是受到來自黑諾太爾的傷害時 防禦和魔防降低20% 受到暴擊率提升20% 那麼我找了官方說 AOE都會生效的 並且這個會無法觸發這個 抵擋致命傷害的效果 持續兩個回合 即是簡單點說 就是禁復活 但是就要留意回 禁復活的部分 照在PVP那邊生效的 以上的效果都可以被免疫和驅散 來到黑諾太爾職業的介紹 首先先講艷劍統帥 步兵那邊 有較高的生命、攻擊、防禦 步、槍、騎、護克 在普通攻擊和反擊的時候 就是物理傷害 然後驗精魔導師、法師那邊 就有較高的智力和魔防 沒有職業的傷害問題 普攻或者反擊的時候 就是魔法傷害 沒有建議長住哪一邊 其實讓大家看看你 你想以玩物理還是魔法為主 那附魔如果你可以的話 最好當然是攻擊、智力、神仙亮、開花 太過消金幣和附魔券 這一部分會在附魔的時候 再補充詳細一點點的建議 驗殺環境 黑諾太爾的三師技 非常之長 不要緊的 我們分開三部分看 我們看第一個部分 被動 若一次攻擊對兩名以上的敵軍造成傷害 可以攻擊後獲得指揮效果 周圍三格所有有軍 就會受到來自擁有破滅的燕文效果的敵軍 攻擊進入戰鬥時部隊射程加一 持續兩個回合 即是代表什麼呢 可以反擊加一格 但是要留意 要有破滅的燕文才可以反擊加一格 如果別人過來打你之前已經驅散了的話 你就反擊加不到一格 可能你反擊加一格 你會第一段時間想起什麼呢 想起雷丁 沒錯 雷丁可以在黑諾太爾的指揮下反擊兩格 但是留意天賦 雷丁的天賦寫明 是被近戰打的時候才會反擊兩次 如果別人兩格打你 即是不會觸發到被近戰打這個條件 所以雷丁即使反兩格 都只會反擊一次 接下來看第二個部分 主動技能一 為什麼叫主動技能一呢 因為它有主動技一、主動技二給你選擇 第一招就叫嚴是滅 一招物理傷害 1.8倍的傷害 戰前驅散五個強化狀態 非常適合在肩峰中用 如果目標擁有黑諾太爾的天賦 破滅的燕文的話 這次攻擊是無法被護衛的 反過來看 如果敵方身上沒有破滅的燕文 或者被驅散了 那你就不可以無視護衛這樣打 主動技二叫嚴是臨 魔法傷害 AOE 射程範圍就是三條直線 乘五個 注意它可以帶到一個叫嚴卓的debuff 給對手 這個嚴卓的debuff是驅散不到的 主動技一和主動技二 用了之後 CD冷卻必然為CD4 即是代表了什麼呢 你這個時鐘附魔 都不會令到CD歸零 他用完之後就一定要CD4 不可以給你連續攻擊連續發 炎火術 按照魔法傷害1.5倍傷害 對步兵有特效 你帶近戰士兵的時候 士兵同樣都會兩格出手去打 那些招技能就像尤尼亞的懲戒一樣 都在近戰職員身上學習到的技能 所以是不會有近戰減免的懲罰 現版本 克諾太爾本人 以及其所有的兵種都是近戰兵種 不知道是否意味著之後 可能有機會追加一些軟戰兵種給克諾太爾 脊炎 這個脊炎的攻擊加智力的故傷 打出來的傷害都其實非常可觀下 因為克諾太爾本人的攻擊和智力都非常之高 這個主動攻擊造成傷害這句話 即是代表AOE都包括 用完之後又可以行外行動兩格 這招如果你配合另一招一師技 叫做驗精術 克諾太爾本身移動力是3 他自己走三步 然後隻驗又走兩步 再用精驗術走到兩步 一開場就可以立刻走七格去攻堅 驗精術 攻擊的15%增加到落智力度 用魔法技能那時 或者用魔導師普通職業 普通攻擊那時都可以增加到輸出 配合剛才介紹的那招隻驗 開頭走三步 加兩步 再加兩步 開場即走七格去打人 由於這個強化狀態的回合數 是不會減少 所以如果建議次序 就會先用剛才那招隻驗 然後之後用這招介紹的驗精術 因為這樣的話 隻驗的CD能夠早些回來 因為隻驗追加固箱 就會比較實用些 驗殺斬 攻擊一條直線上的所有敵軍 造成0.3倍傷害 對步兵有特效 有個範圍比較小 因為一條直線射程五格 即是只有五格 不容易附加這個天賦 破滅的驗聞給這些複數敵人 雖然這個驗殺 就會令到敵方很頭痛 但因為似乎的範圍太小 不是那麼建議帶上場的一招 最後一招介紹的技能就是灼熱空間 對自身周圍三圈內的所有敵軍 造成0.33倍的範圍傷害 同樣對步兵有特效 會被敵軍一個灼熱 下個回合行動結束時 受到攻擊者致力兩倍的固定傷害 切了兩個回合 範圍超大 三個圈 三C之外 基本上是高優先度會大的一個技能 剛才也有說範圍真的很大 方便你施加這個天賦 破滅的驗聞給所有敵人 同時都可以觸發三C的被動 即是指揮那個反擊 部隊反擊加一格的被動技 裝備的介紹 先講武器 步兵線 試血劍 PVP用 配AOE機率追加戰後故傷 然後第二把軍行之刃 即是範圍劍 也是PVP用 配著灼熱空間 AOE打出超誇張的四圈範圍 最後一把介紹就是封印守護者 加10%攻擊 加5%防禦 無論單體的攻擊 或者AOE都可以照顧得到 步兵線的衣服 巨人 風王 血紋 PVP用 巨人用來防刺客暴擊 風王和血紋 有個機率 30%會近戰減傷 或者軟戰減傷 然後下一件介紹就是原則衣 PVP用 半血的時候 反轉觸法加攻加技巧 可以增大AOE傷害 PVP來講 穿什麼衣服都分別不大 可以隨意 步兵線的頭色 首先介紹就是提議之勞 人權頭 可以增加技能傷害10% 然後再介紹就是原則頭 也是PVP用 半血的時候觸法加攻加技巧 可以增大AOE傷害 步兵線的飾品 第一個介紹就是神魂之星 公智相傳 現版本唯一的指定畢業飾品 對於公智相傳英雄 然後再介紹就是暗謀 霸者 或者恩溫 全屬性加5% 可以照顧到攻擊和智力 這三件飾品本身都帶著 基礎的攻擊屬性 所以就適合步兵線的黑羅太易用 然後介紹就是神疫 屠龍 審判 攻擊加8% AOE都可以有效果 精靈石之介不推薦 因為AOE就沒有了這個 加8%攻擊的加成 要進入戰鬥才可以有 來到法師的武器 第一把介紹就是 剛才也介紹過 屍血劍PVP用 配AOE 機率追加前後故傷 第二把介紹就是 軍行劍 即是範圍劍 都為PVP用 打出超誇張的四圈 長熱空間AOE 然後介紹就是奇蹟之象 就是AOE增傷 以及機率下一個隨機的debuff 紅穴或者藍色之穴都對 可以照顧到單體 或者AOE都可以 法師的衣服 重甲方面 跟步兵線推薦一樣 那就不在此重述 然後介紹就是天女寓衣 不用說 加10%生命 幾時都是一個保命的首選 法師線的投飾 都是跟剛才一樣 重甲方面 跟步兵線的推薦都是一樣 所以就不從術 然後介紹這個天女投飾 有一個隨機的buff PVP那時候發動作 加這個移動力三格 或者增傷20% 是很多時候都可以改變到這個戰局 即使PVE用都是很好用的一個投飾 法師線的飾品 都是介紹神分之星 公至相傳 現版本唯一的指定畢業飾品 然後升之以罪 PVP向 你跟刺客交手的時候 就大幅加防 增加你的生存力 生存機會 然後玫瑰 配合AOE用 可以有機率 將複數的敵人的buff驅散 然後最後講的是次元寶珠 可以為3C以外的技能CD-1 可以用的 但就不會非常之建議 因為為什麼 克羅泰爾的3C技能用了之後 必然為CD-4 這個次元寶珠就減不到3C技能的CD 來到父母的介紹 首先介紹的是滿月 可以堆高面板公至額外10% 可以增加顧箱的輸出 因為你越高公至 顧箱就會被攻擊致力 增大了輸出額 第二個介紹就是流星 單體輸出用 但整體上都是滿月 表現上會比流星更好 然後介紹輕峰 同樣可以加攻加智 10%增傷 以及有機率發動到加二二動力 最後講的是時鐘 時鐘是不建議的 因為它的3C用完之後 必然是CD-4 無視了時鐘發動CD-5 屬性的負公至 如果你可以付到兩開花 即是公有有、自有有 最完美 但這個真的太過消錢 以及消負魔卷 建議如果你玩步兵線的話 就集中付這個攻擊 如果你是法師線的話 就集中付這個智力 這個數據測試的連結 我看了NGA一個大大的討論 我會把它貼在影片下文內方 有興趣可以看看 為什麼陸版玩家會這樣建議去付 但這裡再補充多一句 如果你有足夠的金錢力 以及附魔卷力 都是公至兩開花才是最完美的 黑諾泰爾的兵種修正 生命15% 攻擊防禦35% 魔防15% 以這個黑諾泰爾 只有兩招單體技能來說 攻擊35%已經算很高 他不怕魔防15%偏低 因為黑諾泰爾兩種職業 都可以近戰打魔法師 近戰打魔法師 他們有了近戰傷害減免 所以魔防偏低也不太怕 但看上去這個修正來說 那個分配叫為不過不失 兵種的介紹 第一個介紹就是近衛步兵 即是南部 AOE為主的打法 會比較適合戴 可以好好保護這個黑諾泰爾 第二個介紹就是重裝步兵 即是罐頭 攻擊時會攻擊提升 被人打時會防禦提升 可以說是弓手平衡的兵種 無論單體或者AOE打法 都可以照顧得到 狂熱者無論弓手 都有相當不錯的表現 以單體輸出 即是單體有招物理技 和有招單體魔法技 單體技能打法為主的兵種 而且他最主要是武備傷黑的問題 好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裏 如果你喜歡大叔的頻道 請留言按讚訂閱 訂閱之後就放在旁邊的小鈴鐺 當日新影片就會收到通知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